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9月11号的宜兰新闻 现在首先要带你一起来看的是 农历7月30号传统民俗重头戏投诚抢菇 将在明天晚上11点来展开 今年抢菇恢复传统 有12队攀爬12支的菇柱 其中8队是来自县内 比赛精彩可及 欢迎全国的民众来投诚看抢菇 而台湾大宽平联合有线电视 也将在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实况转播 农历7月鬼月 众所期待的投诚抢菇 将在明天晚上精彩登场 各项的准备工作也都密集进行当中 预计明天早上6点开始 进行吊挂菇站上菇棚的工作 而重头戏抢菇民俗活动 则是在晚上11点先进行抢饭棚比赛 11点15分则是大家最引谨期盼的 抢菇比赛登场 我们今年唱歌 在9月12日 或是農曆 7月32日 早上6点 要钓5千 这个5千在钓的时间 1千差不多要45分前过 尤其到7月32日 差不多钓4点 钓5千的工作才有多广想 大约唱歌11点 唱5边 11点唱5边 11点唱5边 再来唱这个大边 这个大边 今年抢菇恢复伏传统 由前年的16支队伍改为12队 其中8队保留给县内队伍 而外县市原本有7队报名 经过抽签选出4队 各队实力雄厚比赛精彩可奇 今年都总是有12队 要来参加这个今年唱歌文化华丁 但是我们就是严格保留8队 4队给创官市开放给创官市 结果创官市它报名是7队 经过我们公开抽签后 有4队 我们总经和我们宜然保留8队 都总有12队要来唱歌 这些产品是跟公园都不改变 官军队来说 应当有40万以上的产品 主管大会欢迎全国乡亲 前来感受传统民俗抢菇的文化魅力 而台湾大宽评联合有线电视临视频道 也将在晚上10点开始进行实况转播 以服务乡亲 宜蘭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 sex据 家传统民俗抢菇的文化